想说像木匠挖工 在这个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边 一天五百块钱 可能都找不着这样的工人 你看那越少 稍好一点的都得一个月八千块钱往上 那普通的保姆 你想找一个合格的也挺难 而且一般保姆你要低于四五千工资 你都找不来特别好 那么与此相比呢 我们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的工资水平就很不乐观 两三千块钱 要达到三千块钱 那就挺满意了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心里特别不平衡 说我这个交了很多学费 辛辛苦苦的读了四年大学 难道我的劳动力价值 就不如这些蓝领的木匠保姆 那么这个现象到底说明了 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你看说蓝领收入超白领 很多这个大学生不平衡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新闻 这样的话题 我们得是掰开了揉碎了细数 首先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话题里边有一半是有水分的 为什么呢 你看啊 说这个木匠在北京一个月挣到上万 很正常 保姆啊 月嫂啊 收入也很高 甚至有的这个配菜的拉面师傅 像这类的技术工种 这收入也要比普通白领高的很多 更别说跟刚毕业大学生比 其实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过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这些技术工种来讲 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来干 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没有讲 那么租房子 吃 各个方面都要花销 而我们知道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 它的生活开销是非常大的 假如说他挣的钱 支付了这些开销之后所剩无几 你说人家不白忙活了吗 所以你给低价 人家根本不可能干 如果你出不起这价钱 他在这没活干 人家直接就到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干 据媒体调查发现 近两年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 蓝领工人工资水涨船高的现象 十分普遍 2014年6月 北京一家公交公司招聘夜班司机 给出的薪酬高达8000元 而车还不算最高的 夜班司机的工资待遇呢 是比白班司机稍微低一些 白班司机呢 我们最高的像马云这司机 这工资待遇呢 每月能达到9000块钱左右吧 我是从2000年正着转岗 成为一名职业驾驶员的 然后我刚开始听说的时候 我的月收入是89006000 现在呢 我的月收入是八九千 同样 一家饭店在网站招聘配菜师 比较适合根据应聘者的能力 给到4000至8000元不等的薪酬 除了可以享受每周双休 年假 三餐免费 住宿有补助等福利 每年还有两次涨新的机会 那么像今年一年以来的话呢 在这个餐饮行业 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像拉面师 像这个冷菜的配菜员 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像美容美发行业的美发师 有些独特技能的这些这个蓝领工作呢 他们的涨幅超过了50% 日前 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刚刚发布的 2014年度 90个职位工资指导价位中 也印证了这种趋势 包括发电运行值班人员 处运人员 西市面点师 铸造工等36个蓝领岗位 综合价位的年平均工资均达到5万元以上 比上一年都要较大幅度增长 所以我说这样的现象 说什么什么收入过万了 蓝领了 基本上是一线城市 三线城市你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你看凡是收入特别高的这个蓝领 它都不是简单的那种工人 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 哎呦 这木匠保姆月嫂都比我收入高 你以为月嫂记录含量低吗 咱们这个观众朋友里肯定有 就是刚要了孩子的小两口 你俩人忙活一个孩子都不见得忙过来 现在带个孩子多配劲了 有的也不会给孩子喂奶 不会抱孩子 孩子有点毛病不知道怎么办 你以为月嫂记录含量低吗 养活一个孩子 把孩子让他健康着重成长 这个记录含量是很高的 我们做月子餐 它肯定不是很好吃 为什么它没什么 不能放胃筋啊 不能放这 不能放那 仅仅就是靠一点盐 一点生姜 给它提味 那么一定要做得好看 这样好看了 它就有食欲 就是凡是这种高收入的蓝鸟 要么是它技术含量非常高 你比方说现在有的木匠 它的水准是很高的 你看有的拉面师傅 人家带着配方来的 那这里边是有技术含量的 这是一种 要么是特别能吃苦 你要说这北京跑那快递的 有的一个月收入过万 你知道快递的日子 多苦一天 天不亮就起来赶紧送 它记价的 而且各个地方来回跑 这天特别热的时候 他们冒着重暑危险 来来回回的 一趟又一趟的 多辛苦啊 你要能吃了这辛苦 我们亲爱的大学生 你要能吃了这辛苦 你也能吃了这些 所以就说一个是 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 抬高了生活成本 它直接推高劳动力价格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要么有技术含量 要么能吃苦 你像说有的城市的蜘蛛人 也就是到这个高楼大厦 给擦玻璃那个 它不光是辛苦 它不危险吗 也很危险 所以有一些行业 它挺特殊 人家收入高是正常的 像以前我们节目里 说到那个 比方说这个打捞死尸的 或者这个殡仪馆 给死人美容那个 收入非常高 一般人都不愿意干 人家能干 没什么可记住 我说的这可能有的 这个朋友不太服气了 那确实有的这个工种 它就是比过去收入高多了 你像你现在有的 比方说上门的修理工 修理个水暖 修理啥 一张嘴就要好几百 有的这个什么送外卖那个 你看着他这个工钱 都比过去高 饭店的你说刷牌刷碗那个 那能有啥技术含量 现在你工资低了 也招不上来 这又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个现象是非常讲理的 就是社会化的分工的 让这个蓝领阶层 越来越专业化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行业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 而是越来越萎缩了 就是他是由稀缺 决定价格的 就像我们到这老牧市场似的 说这个人会刮大白 人家等他来 那人就会扫地 他肯定是 会扫地他就挣不多少钱 就这是由稀缺资源带来的 可现在 有有更多的人不愿意从事这种体力劳动 想法使这个行业成了稀缺资源 他当然就值钱了 孟长军三千门客 有人会学鸡打鸣 这算什么本事 门拿当回事 可是孟长军 想要老早脱离这个城市 人家这个把城门这人啊 得听到鸡鸣 才能给开城门 这时候这个就起作用了 嘎嘎嘎嘎一声叫唤 把这手罐子骗过 这时候他稀缺资源 因为只有他 你看咱很多人 不愿意让孩子 去干这些蓝领的 考大学 一定得走学历教育 咱们这个这些年来 不断强化的学历教育 就孩子只有上大学啊 讲来怎么怎么 做办公室 那才有出息 这个观念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它造成很多读书的学生 不愿意办到学职业教育 不愿意到这个中职学校去 学门手艺 就想上高中上大学 走学历教育 结果很多人并不适合干这个 有的上来普通的大学 毕业以后一无所长 就这个是由一种 价值观念的判断带来 再有一个本来 直接进入这行的人 他由于待遇各个方面的东西 也不愿意在这行里混 你像我们说 这个六零后七零后农民工 扎得实实的 在城里干这些服务性行业 但是八零后九零后农民工 很多人不愿意从事这样的行业 嫌他股嫌他累 所以这时候也出现了 就是没有多少人 愿意进入这行业 而原来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有直接的门槛进来 他又不愿意在这待脱离 所以一点点变得 有技术的蓝领 它的数量越来越少 就咱们前几年出现所谓民工坊 其实不是民工坊 它是技工坊 虽然蓝领工程的薪水不断提高 但是很多技工学校 却面临着招不满学生的困境 以福建省福州市的一所技巧为例 2012年 该校原计划招收50名纺织专业的学生 结果只有一人报名 报名的才一个学生 这个专业我们到时候就没办法开发 我们不知道是要大理货长 就纺织业 这不是常论哪一带 但是这个专业经历就很奇怪 由于声援不足 技巧实际录取的学生分数都偏低 基本上只要报名的学生都会被录取 虽然一些技巧推出不少优惠政策 但很多家长坦言 把孩子送到技巧来 实属无奈的选择 同样对于刚刚就业的大学生来讲 到一线去做蓝领也并非初中 比起蓝领 他们更向往白领的生活 另外再有一点的 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就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改变 伴随着独生子女现象 揉到一块 就是普通的家务活 普通的家里的这些牢 孩子干不了 你像修个灯泡 修个洗衣机 水暖有点问题像这个 在过去这不是什么专业技术 你像我们这么大的人 很多人干这个都没问题 都熟悉这些东西 等我们的父辈就更厉害了 你家里甚至打家具 就直接动手 我的父辈能做家具 你家里这些基本的活都能干 就很少需要请别人来帮忙 那得特别特别专业的事 这样吧